来看一下现场几位的分数 王子明1000分 刘思彤1200分 贵振祥1300分 周伟老师 0分 现在周伟老师依然是以0分摇摇领先 思维当中依然有那个大忽悠 这会让你们自己再互相指动 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给每位30秒的时间到台前来 面向现场的观众说服他们 不要喷你 不要选你 选别人 把自己摘清楚 来 从王子明开始吃了 我想我也不用多说了 这个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是我 那我也觉得不是我 然后我会大家相信我 我觉得是好人 好 给好人鼓掌 刘苏彤 1号肯定不是 2号肯定 一定 并且非常肯定的不是 3号一定是 因为刚才我觉得他是在故意的演 因为他一开始想这样 然后后来他又这样了 所以他应该是 我现在排除了4号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是3号 如果他烦咬我一口的话 那更证明是他 他就这样 好 可以了 回去吧 叫废 我是不是大忽悠并不重要 这只是个游戏而已 希望大家关注新版西游记 我演的孙悟空 谢谢 不止 不止 周围 不用我再多说 有人自己已经承认了 好 分数也说明一切了 相信我 就选他 没错 好 接下来我和现场的伙们说一下 每个人面前分别有一个数字 到现在为止 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钱 你早说呀 要早说你就好好回答了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周围 他是大忽悠 一下您各位也选中了 那么周围分文无有 剩下那三位按那个数字拿钱 那如果说明明是周围 你们选中 周围逃脱了 他那个钱乘以三 拿零 你没说这规则 我头一次听说这规则 而且你还欠我们一百万钱 我明白 大忽悠拿钱 剩下三位是分文没有的 来吧 咱们闲话少说 请各位拿起手中的选择器 一键按下来看一看 到底是谁 到时最终的投票 经过了三十秒的真情表白 观众最终选择了费振祥 第十机前的你如何选择 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 马上为你公布 观众们选了小费 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你们选对了 一个就是你们选错了 接下来我数三 谁是真正的大忽悠 请把右手伸出来 一 右腿不能 二 二 左手也不能 早了 三 现在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让我们一起回归家废静墙是如何 他的 一个我们的 一个在后头呢 一个在 哎呦这词实在是太费劲了 一右一左一右 你没有怀疑过隔壁的 另外一个 那我才不认识 分清楚 还有身段 重心思想 蝴蝶飞 错 还得带着大家一起飞 还有哪些嘉宾 曾经被冤枉过为 一直都不说话 不是猴哥 应该是周伟 四号 因为周伟 对 因为他那个 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 对 就他们二位 没有一猜猜两个 我通过第二轮的观察 周伟老师 嫌疑第一 美女 嫌疑二 对 小飞眼睛真不爽啊 来 请小飞回到自己的位置 发明信 我觉得你们的眼睛太雪亮了 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太雪亮 最后一发这采采着 这就不含糊 对 我吃多少馅儿 你看我 行了 可以 光我觉得他们必须要这样吃 我有个要求 能不能让我操纵一下 我就可以商量一下 我们请周围站在那个位置上 好 请小飞坐到自己的 回去坐到位置上 谢谢大家参加这次 到底人也好 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 没听舒嬅过 回去回去 还明明坐着去 我们出去来 快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现场 一见地下的朋友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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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现场 也请见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 可以了 每一罐吃的很酷 下周日晚 途一时间 遥灵卫视 到底是谁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接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